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刘杰荣 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 辽宁丹东 我擅长钢琴 声乐 我的个性非常非常活泼开朗 特别擅长与人沟通和交流 我今天的求职意向呢 是新媒体方向 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欢迎你 杰荣 来 好 谢谢 声音很漂亮 一开始还以为你是这个 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毕业的 不是 我是唱歌的 唱歌的 对 华北科技学院 学的什么专业 新闻 新闻学 为什么没有去 专业院校进修音乐方面的爱好 是这样的 我从小是学钢琴和声乐的 然后这个是 声乐是从四岁开始 钢琴是从八岁开始 后来长大了之后呢 就是我妈妈 是觉得说如果单纯的从事 这种艺术类的话 可能会比较局限性 声乐老师也可以啊 对 然后我现在的话呢 适合我的 就是在我的朋友那里 是做一名老师的 现在在做老师 对 声乐吗 声乐和钢琴 教得怎么样 挺好 学生有没有参加比赛获奖 获奖成绩如何 暂时还没有 但是相信以后会有 很多现在家长让孩子学舞蹈 学钢琴 学声乐 学什么什么什么 你觉得你学过以后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 给我的展示空间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特别认为 就是先把声乐放一边 我认为钢琴对我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一点 就是钢琴能够非常好地 训练我的一个反应能力 我一直觉得 我的反应能力 相对来说是快一点的 对 我毫不谦虚地实话实说 不好意思 对自己还挺有信心的 对 说说你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 我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新媒体方向 对 是的 因为我之前的话 我的求职经历 一直都特别坎坷 尤其是在新媒体这一块 所以呢也是在 差不多18年左右 我基本可能放弃了这一块 就是和我的 就是和我朋友一块 去做这个培训了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 就是也发生了很多事吧 但是我确确实实觉得 这个东西很有限 而且我一直觉得 以我的沟通能力各方面的话 如果不从事 有关于新媒体 与人沟通 或者是分享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 很屈才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有自信 突然觉得好害羞啊 是的 然后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还是想来尝试一下 我注意到你的报名表当中 写的是 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不坐班 可以四处和人打交道 你这个要做新媒体的话 很有可能是要 天天坐班的 你能打交道的 就是屏幕那一端 无数个以W结尾的粉丝 还有你老板 派给你的任务 如果真的给了你一份 新媒体的岗位 你这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稍微有点冲突 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跟大家 进一步地阐述一下 以免老板们引起误会 好 好吧 我实话实说 就是我就是不想做班 但是如果硬性要求我做班 工作到位了 我也可以做 好 好 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有一项企业吗 我没有老师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有期望的薪酬吗 我希望是五千家吧 起码 五千家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北京 好 我想回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自己 我求职的经历比较坎坷 有多坎坷啊 就是 特别坎坷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的人生座右鸣 就是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只要这个事我要上 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 入职的第一家公司 我认为自己精挑细选 给自己终于选择了 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并且决定要在这家公司 好好扎根干 结果两个月之后 老板不发工资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能问一下杰荣 那么你找一家 好公司的标准是什么呀 我刚才还想问 这公司有多好啊 对啊 我在哪儿 我实话是说啊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的肤浅 就是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他 首先坐落的地方要好 然后公司的话呢 门面也非常的好 而且呢网站也有 网上也可查 而且当时面试的时候 也很正规 明白了 就是说 它符合你前期筛选的标准 是的 金融 好的公司对员工来讲 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没有成就感 你的工作 能发挥你的才能 你的公司能创造价值 你在刚才的这么多时间里边 一句话都没聊到你的工作 所以说呢 我们很担心你 到底选择公司的时候 未来是因为我们的盒饭好 还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好 你有什么本事 我们现在怀疑了 对 你今天来找这个岗位 你有什么样与之匹配的能力 做过什么样的业绩 第一环节也可以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 好吧 我就像我刚才自我介绍里说的 我的沟通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呢 我的应变能力特别的强 就是我有一点啊 我觉得我做的是很优秀的 实话实说不好意思 就是无论大家抛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会勇敢地去面对 然后我觉得会找到一个 比较中和的答案 无论这个问题有多么的刁钻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业绩方面的话呢 其实之前的两家公司 没有给我什么太大的机会 但是我在第一家公司的话呢 我是有成功地帮助我的老板 去完全打通一条渠道 然后帮助他有三位画家 成功地将他送上了这个架构平台 去进行一个竞拍 其实这个过程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是把这条路子完全地打开了 你自己完成的吗 是 完全是我自己 你可能得意你的口才 但是我听完了这一段以后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聊天的人 但不是一个沟通的人 你不知道在干练 简洁和华丽 辅照这一块的区分 你在哪里都 呱啦呱啦呱啦一大堆 然后呢 夸张地 羞耻地 转语的东西比较多 你大概说实话实说这个 大概有六次了 以后我建议你把语言变得最简洁 然后不再得益自己的口才 好了 接下来呢 各位企业家 综合他第一轮的表现 来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第一轮的最后 杰荣灭了三盏灯 接下来